這個球出手打在三壘方向 這個球三壘手沒有夾到 克蘭德這個球沒有掌握好 一體上跑者繞過二壘之後 繼續衝三壘 打擊的黃威明也上到二壘 現在變成二三壘有跑者 三壘手克蘭德這個球 他想反手來接球 但移動的距離不夠 所以最終這個球的彈跳高度 沒有如他預期 想看一下有沒有形成界外球 所以要挑戰 許順宜總教練要挑戰 許順宜總教練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的挑戰成功率其實是還蠻高的 那這個球應該是屬於內野吧 他是外野的界內 那這有沒有模糊空間 因為他是打到外野去 不知道這有沒有模糊空間 有 因為他是在三壘那個定點 大概就是屬於界內 那個就是內野區了 不過教練上來抗議認為說 這個是在界外球 那主要當然是要 誰 這個球沒有問題 這個球是當然沒問題 但是我們在挑戰的過程 第七項裡面有一個界外球的挑戰 那這個界外球裡面 他界定的非常明顯 是在外野區 是在外野區 會稍微亂了一下 尤其是第一次的時候 沒錯 我們現在馬上來帶大家來看 這是爆米花夏季棒球聯盟 這個 video replay的判決範圍 包含了像外野接球或被接殺 觸身球插棒球 第三出局的關鍵得分 然後還有這個球數錯誤 出局數錯誤 得分數錯誤 當然還有這個save out的判定 這是最多看的 對 我們這次設定的總共14項 這14項裡面 第八項裡面有一個 就是外野的 就是第七項有一個 外野界外或界內球的挑戰 外野界內或界外球的挑戰 但內野就沒有界內界外球的挑戰了 就是完全由裁判來處理 好